我要开动啊 不是生活有意思 是你热爱生活 才会有意思 人生是用来体验的 从打击世起 被问最多的问题就是 你为了想做什么工作 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其实经历的越多越会发现 人生根本没有标准答案 眼前的每一条路走下去 都会体验到不同的人生 毕竟 自己的答案 全世界只有我们自己可以决定 牛油果取出备用 我们常常说下次吧 以后再说 但很残忍又很心酸的事 很多东西一不小心 就试过进前物是人非了 物是所有风景都在等你 不要以为还有很多时间可以消耗 什么都要等明天后天大后天 这就要开始组装了 停下来的时候 停一些好评的BGM和合适的三餐 有的时候不做饭或许不是因为不会做饭 而是因为不知道自己要吃什么 切开的瞬间 炖绝这个面包好香啊 其实不管在哪里 无论是吃什么 找到自己的归宿 多尝试 不盲从 并坚持自己的选择 一定会慢慢找到自己的价值认同的 认真组装中 今天又是结束工作 感觉很辛苦的一天 回到家里 其实真的什么也不想做了 但是 还算面对早上出门着急 没来得及洗得过 简单整理一下 因为忙碌一周 还没有来得及收拾 有点凌乱的房间 前两天看到有人问 不想工作怎么办 其实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些时刻 把喜欢的事做好 或者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是多数人擅长的 但是把不喜欢的事做好 却是很难得的一种能力 我之前也觉得 自己只想做喜欢的事 但是发现 想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要先面对很多不喜欢的事和挑战 大多数的普通人 也并没有摆烂的资本 于是只能尝试着面对 过程中 难熬的时候 就做些自己喜欢的事 去放松一下 不要时时刻刻 把自己弄得很累 后来发现 好像并没有多难 甚至还会在其中 发现一些乐趣 想要实现一些 天马行空的想法 都会经历一段难熬的时光 下次再遇到焦虑 或者难熬的时刻 就告诉自己 正在向想要的生活 不断前进 切开看看 已经烤好的面包 这两年感觉工作 明显会难很多 但是为了心中一个小小的梦想 还是要不断努力 看着自己做好的晚餐 心情也跟着好了起来 小小的梦想要不断努力 里面是除了 所以我们在下午 会尽一安装 使用